和各位同学说一下,距离刘涛的白蛇传已经过去了十四年,距离刘涛版的天龙八部已经过去了十七年,大家都不年轻了,女神刘涛也不年轻了。 四十一岁的刘涛面容将好宛若少女,不得不说,有钱人的脸就是好看,这保养的程度去参加创造营2020都不过分吧。 可以说现在的刘涛已经是颜值的末期了,这个年纪,这个颜值已经维持不了几年了,毕竟女人在二十五岁以后,就或多或少都在走下坡路。 所谓的洞灵大概也就如此了吧,二十岁长这样,四十岁还长这样。 可能许多人还不知道,为什么刘涛会抱怨女团衣服太紧,这是因为刘涛参加了成风波浪的姐姐们,这个颜值,大家支持C位出道吗? 不过我倒不希望刘涛是未出道,因为万切实在是太美了,在我心里万切脑衣。 从天龙八部,白蛇传,到狼牙榜,欢乐颂,米月传,刘涛红了十七年,也陪伴了我们十七年。 从今来参加成风波浪的姐姐们,已经是刘涛金牙的伟生了,毕竟没有女星在四十岁以后还能红太久。 刘涛的作品是看一个少一个,希望我们可以多多支持曾经的白素贞吧。 说这个太伤感了,还是回到刘涛的女团服上吧,从服装上可以看出来,刘涛这件衣服实在是太紧了。 刘涛三文B70,W58,H67,刘涛身高168,挺重50千克,后来自爆56千克,这个身材恰到好处。 看来还是成风波浪的姐姐们,给的衣服太小了,毕竟大家都是姐姐,没人是少女了。